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C基金特約股壇思見 我是C基金李奧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施永昕施山 施山,很多你的粉絲有留意 今個禮拜有一個很新的觀點 就是你覺得市場有機會反彈 最後星期四、星期五都反彈了一些 上次在媒體講的時間,可能時間不多 今天不如給你一些機會 跟粉絲講一下你最新的想法 為何我覺得可能會有些轉機 第一,中國出了白皮書 在白皮書中 將中國的基本立場、定位、底線 講得清楚了 我相信這些底線是不會退 而特朗普在談判過程中 想臨尾咬多彈 如果咬不下 他用很多手段 2,000億就說由10%加到20%關稅 3,000億就說利加利 這些施壓的目的 都是想換取中方更多的讓步 如果當他發現沒有辦法換取更多的讓步 他眼前拿到的讓步都會先帶著 提演是要的 我自己不認為他會將3,000億 中國出口都會加到25% 等於我們坐大跌 你有3條跌 你都不會一次過打完 你都會留一點 如果3,000億都收了 你下次收什麼 所以我覺得他會留一條跌 亦不會這麼快打出來 如果3,000億不是準備加額 是要留的 他可能在談判到這個階段 他覺得有利益待遇 因為美國不用什麼付出 美國最多都是以前說加的關稅不加 但中國又要開放市場增加 買美國貨 又要做一些知識產權方面的立法 他覺得拿著才有好處 所以這就是我認為 去到這個位置可能出現的變數 還有壞消息如果出現的話 在股價上會有機會慢慢反映 而且我見市場上看淡的人 現在已經達到性了 勿極必反 看看有沒有轉機 這個世界都是要夠膽做反潮流 才有機會賺到錢 所以這段時間不應該看得太淡 當然不是叫你這個時候 奮身撥反彈 中美的磨擦是很長時間的 但是我認為緊張的氣氛不會一直下去 即是你加壓增加 即是那個叫的 叫加 你不斷叫板 你想達到目的 你目的 發覺不可以拿多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會退 一遲一張 將了一段時間就會遲 施先生 這個反彈是否會很短 或是全年計 你覺得今年比去年好 我自己覺得現在只能夠是一個反彈 即是沒有條件在中美的磨擦 基本問題解決不了的情況下 會出現一個彈彈 只不過是跌了一輪可能會彈彈 但是大環境依然是對投資不利 因為美國對中國的定位改變之後 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的制約 中國經濟無可避免 是會慢下來的 只不過有時大家估計它會慢很多 會好慘 最後發覺沒有那麼慘 又會好一點 所以這個時候 不是大舉日市投資的時候 只不過你說之前離開了 有部份薄薄反彈 但是不值得大薄 如果沽太多的就要小心一點 如果一旦犯錯是付出代價的 一般小投資者應該怎樣做呢 我自己覺得這些時候不容易賺錢 小投資者在一些大牛市持續向上的機會 其中搭幾遍順風車就有機會 如果你說跌的時候 沒有多少人有生理質素 像飛刀 你以為萬里長空那麼容易 因為你沽了 你的損失是無限大 沒錯 你拿錯了最多跌到零 沽就是你買跌 別人一邊升上面是沒有頂 下面是有頂 有底的 你就輸到一千不值 你知道輸到一千不值是多少錢 所以一般人是接受不到沽錯的壓力 壓力和後果 如果拿錯 你現根拿的最終就沒有了 你是知道自己能否承受得起 沽錯了是真的恐慌 普通人沒有條件沽 所以這些工作都是留給一般的基金經理 是的 這段時間轉世 未來全年都覺得要偏向補索一些 我們投資者 我覺得都要偏向補索一些 我之前都說有拿一些黃金 最近黃金也好一點 我覺得從保險的角度拿回一些黃金 今年黃金差不多升了4% 4%就少 如果說黃金過去的表現其實是很差的 因為很多人覺得又沒有息收 只要升得少 利息成本都比不起 但你看看黃金作為一個長期以來受人類 歷史上各個社會都支持的一個貨幣功能的商品 怎麼會這麼不值錢 分明是有人刻意壓抑他 沒有理由你全錢 全紙幣落銀行就有息收 黃金就沒有 沒有 紙幣本來都是金票 銀票 說你有多少兩黃金的貧政 虛的跌進去有利息 實的跌進去反而沒有利息 黃金在資產級數上是低一決 其實是不合理的 當然有人握著某些東西 他怕黃金取代他的位置 可能最大的受惠者應該是美國 最大的受惠者是美元 所以我認為 黃金現實不止值這個價錢 只不過是 被現有的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 企圖壓抑他 即使給你壓抑我都差一點 近期各國都開始減息 對黃金也有幫助 減息不止對黃金有幫助 減息是對整個資產市場都有幫助 我說這個世界的資產價格 影響資產價格的不是GDP的增長 GDP增長只是幾個百分之 這些所謂增量的資金 其實相對少 我們這個社會已經積累了很多 是全量的資金 即是以前積累來的錢 存量資金如何存放 影響資產價格 比新增資金的變化更多 等於買樓 很多人如果靠你賺回來的錢 就買不到樓 要靠你儲存的錢 還要靠你老爸沒有儲存的錢 你才能買到 利息一邊對存量資金的流動 儲存模式 產生的影響 是遠遠多於GDP有沒有增長 增長多少 等於一個人 即使普通人 他儲存的錢都是他一年收入的幾倍 都不成功 所以那些錢的變化 是多於今年加多少薪金的 所以這段時間 由加息周期變成減息周期 應該對大部份的資產 都是利好 錢可能在銀行系統會流出 越減越低 現在名義上 可能還有利息 實際上已經變成負利率 所以整體來說 流動性都會好些 對資產也好些 不過投資者在這段時間 都要保守一些 小心留意市場上高的風險 今集時間都差不多 多謝先老闆 如果各位觀眾有興趣 重溫我們以往的節目 歡迎到以下的網址